在新年到來之際 2月6日 林聰明砂鍋魚頭執行長林家慧来到洛杉矶 宣布将与台湾食品进口商挨台湾父子合作 希望在海外重现道地台湾味 林聰明砂鍋魚頭曾登上Netflix世界小吃纪录片亚洲片 吸引国际旅客道法 他回忆 大家对魚头的接受度高 吃得干干净净 除了砂鍋魚头 还有适合配茶享用的联名鱼松零食 为了将台湾船家美食打入海外市场 他们把菜单和包装重新设计以符合法规 我们目前是以大午高汤为主 但我们的国际的一些客厅包 我们会采用像鱼骨头 跟没有肉类的一个汤底来做呈现 也希望客人在家里面 透过不管是未来的冷冻包 或者是常温包装 它都可以打开后 复热就可以食用到了 那我们这边的思念家乡的口味 就可以用他们的材料来做出这样子的味道 彭文鑫表示 台湾食品和茶叶受到各族意青睐 新年将至 带有吉祥寓意的年货也大受欢迎 尤其里面有些特别造型的 或是特别口味的 像有个是苹果就平平安安 然后有个是香蕉饼干 它里面就有一个春制 一个非常应景 所以客人是很喜欢 对然后也有花生糖啊 雪鱼香丝之类的 鱿鱼丝这种桃酥这些都蛮适合应景的过年的商品 看到海外市场对台湾制造的良好反应 林家慧也计划在海外展店 带着嘉义在地小吃走向国际 爱台湾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 郭约希 林永峰 洛杉矶采访报道